下一线历史古城 为何取名下义民间传说不一 人在战国时期取名下义因地处低洼 取其低下之意 到了经朝 女真族对轮陷去人民 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中原大帝 反抗民族压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传说当时下义北 是刘楼村有个农民叫刘华夏 她看到惊人对中原人民残暴的奴役和残杀 便聚众数十人皆干而起 十日之内发展掉三千余人 他们在刘华夏的带领下 杀死女真族统治者 攻克夏义县城以夏义为据点 四处打击女真官兵 同时为表达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 改夏义为夏义 七百余年来 夏义的名字相传至今